好 那這一張我們要開始講的 其實這一張是比較一個 我們在正式進入這個 之前我們提到過的Solution Concept之前 他想要建立一些基本的觀念 那有些東西其實我們之前在課程裡面就提過 那在這邊要更嚴謹的描述這些事情 或是說更這個學理性的講清楚一些其中的事情 所以這張叫做 General Assumption and Methodology Methodology 的部分是講說 Game Theory 到底在幹嘛 從這個方法學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 那 Assumption 的部分就是 我們在裡面會談到某些的這個 Assumption 其實是貫穿我們整學期的 Assumption 貫穿我們整學期有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舉例來說 我們會假設 People are rational 那這是一句話 你們也可以執意就想到說人們就是理性的 那到底什麼是理性的 有修過比較多經濟學的課的人 可能這直覺會比較正確一點 那如果你直接從這個 一般言語的這個中文的或英文的解釋去解釋的話 其實中間會有一段落差 那我們想了解一下 我們需要在這邊搞清楚這些假設是什麼意思 好 那說了複習 OK Game Theory 的這個目標到底是什麼 什麼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是 objective 客觀的一個方式去模擬 或是說去模型化 這個一些所謂的策略性的環境 策略性的決策 OK 換言之任何策略性的決策 我們都想做這件事情 OK 那我們想要拿來解釋 OK 經濟學作為一個社會科學 回答的問題是why 大部分 有有少部分例外 但經濟學主要在做的是why 就是解釋 解釋人們為什麼會如此如此如何如何的行為 我們觀察到一些人的行為 那在這邊指的是在策略環境下的行為 因為我們在在講賽局 OK 講的不是個人決策 通常是講策略環境 策略環境下 為什麼人這麼這樣做 那當然我們如果能夠解釋人的行為 下一步我們就有可能可以預測人的行為 OK 我們把過去人們為什麼這樣做解釋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一個新的環境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就可以預測說人會怎麼做 OK 那賽局理論的主要目標就是這些 好 好 那第一個要講的一個賽局理論 我覺得也是同學們常常有的一些 這個想法上的這個很容易 很容易misleading的地方 一個是講的這個是 就是模型有多真實 OK 好 那我們在這個 創造一個這個extensive form 或是normal form的一個這個 這個game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需要考慮到這個game 一方面我們要考慮這個game多現實 一方面我們要考慮到這個game 數學上我們能不能處理 OK 什麼叫做多現實 就是 我們今天如果模擬一個這個 這個傳統 大家可能都聽過了這個囚犯困境的賽局 我們之前講過這個賽局 我們 需不需要很明確的帶入這個 比如說 一個 確確實實的犯罪案 OK 比如說是竊盜案 然後 我們的故事要設定的非常精確 這是個竊盜案 是搶銀行 真的 就是搶劫案 然後是個搶銀行 然後兩個犯人過來 那所以根據我國的這個刑法 這個 所以這個兩個人如果 公出另外一個人 一個人公出另外一個人 然後另外一個人 沒有公出另外一個人的話 我們要 這個要判 通常會判幾年 什麼之類的 把這些真實的數字帶進來 還是我們 可以不需要管這個確切的數字 只要概念上通就好 OK 但這就是一個trade off 就是說 那什麼叫數學上的manageable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在 你們可以想像很多 我們其實可以把我們 目前交過的賽局 都更複雜化 OK 比如說 囚犯困境這個問題 我們顯然沒有考慮到什麼 我們顯然沒有考慮到人 比如說 會不會 這個擔心自己 這個 被 被判另外一個人的話 事後被發現 因為事後很容易被發現 事後你會知道 對方公出你 你沒公出對方 那你就被判比較多年嗎 所以這事後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這個 對方 你的對手 你的同伴做了什麼 那我事後也許 可以用別的方式 懲罰這個人 那這些情境 什麼 我們都沒有考慮進去 那為什麼不考慮這些情境 一方面是 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 應該說 為什麼我們不考慮這些情境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把問題 這個限縮在某一個範疇之內 數學上我們比較好處理 剛剛這個case裡面 數學上加了這個條件數學 可能也沒有多難處理 可是我們可以不斷的加調整 我們可以不斷的去想像 這個問題其實更接近現實更複雜 那數學的難度就會 一再不斷的跌上去 OK 比如我們加入一些不確定性 加入一些什麼什麼 那數學的難度就會越來越高 那 從理論的角度來上 這點就變得越來越這個 所以solution就越來越沒有trackability 就是找不到這個 沒有一個這個理論 從這個解的角度來說解 沒有一個這個 trackability要怎麼翻 就是 你可以拼當它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了解說解一般來說是長什麼樣子 OK 那 所以 其實 很簡單的概念就是一個簡單的模型 比較容易分析 那複雜的模型可能現實上很難處理 那所以 什麼叫做一個好的理論模型 好的理論模型 其實這是通用在賽爾局 還有一般的經濟學理論 還有任何社會科學理論 其實都是 一個好的模型或理論 應該要把一些重點的一些elements 在這裡是這個strategic的elements抓出來 把這些重點的這個抓出來之後呢 他能夠 應用上去之後 能夠發展出這個新的這個insight 或是說 可以在很廣泛的領域上被應用 OK 那 就像 囚犯困境這個賽局 大家一開始想的是這個囚犯嘛 可是他其實有非常廣大的應用 在很多領域上都有類似的情境 那其實他都是可以拿來應用的 OK 好 那 你真實上要研發出一個新的這個model出來 多半都是經過一些嘗試啊 事物的空間啦 那你試試看 你發現這個地方可能需要修改一下 慢慢的改動而最後達成 那當然我們在課堂上看的東西 其實都會是一些很具體的例子了 那已經修正經過這些trial error的process了 OK 那 我之前有開過另外一門課是 講比較機器學習的 演算法的東西了 那 其實 做這張同一片的時候 讓我想到說 其實機器學習裡面 也有這個概念在 就是這個trade-off的概念在 就是說 你一個 完全對機器學習裡面概念的人 就當作我這段是 隨便講講 你就聽過就好 概念上就是說 我們要有一個機器學習裡面的 預測模型 我們要我們的AI 做預測很準 那我們當然可以把我們的這個AI 弄得很複雜 有很多複雜的這個結構 OK 以這個神經網路的這個模型來說 就是把這個layer加多一點 然後connection加多一點 那可以讓我們的模型變得很 很messy 然後畫在圖上看起來很酷炫 然後但是 然後預測能力 就可以抓得很準 就像這個 現在這個圖上 綠色的線 抓這些藍色的這些data capture的似乎很準 那我也可以用一個 比較一般性的model 那就是紅色那條線 它capture就會比較不準 可是如果你稍微在機器學習 有點概念就知道說 綠色這個模型 不一定是一個比較好的模型 因為它可能在樣本外 預測會做得很差 而這個general的模型 紅色的線這個模型 可能在樣本外 預測會做得好非常多 OK 那這就是trade-off 就是也是跟你現實生活中 對不起 在賽舉理論中做模型 概念上一樣 你可以把模型搞得很複雜 可能是有代價的 你要了解到這件事情 所以總是有一個trade-off在那邊 好 那第一個我們要講的這個 模型的 in general assumption 就是我一開始提到的這個rationality 理性 我們的definition of rationality是說 if a player's action will determine which of several outcomes will occur in the game then this player will select the action that leads to the outcome he most preferred 重點關鍵字在這個most preferred 然後several outcomes occur in the game select the action 所以他是在我知道我有這些可能的結果的時候 我能不能選那個根據我的偏好 選那個會導致我最喜歡的那個結果 那這個assumption聽起來很強 你可能會覺得他很強 好像人們不是永遠會選擇自己最喜歡的那一個 對吧 不一定能夠選到自己最喜歡的那個 舉例來說 大家有沒有找過這個 假設你找過公寓好了 或是你接下來畢業的時候 很容易低分工作你要找個公寓住 因為你沒有宿舍住了 那你想想看你找公寓 或是你朋友找公寓 或是你爸媽找房子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肯定不會真的能夠確定你最後找的是最好那個選項 你一定做了某些這個trade off 然後最後選的可能是一個你可以接受的這個選項 然後在某種你接受的這個threshold之上的一個選項 所以你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做到select the action that you most prefer 聽起來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假設是強的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假設是很弱的 因為我們觀察到一個現象之後 我們觀察到一個人選了某個選項之後 我們可以假設他的偏好是任何偏好 我們可以假設比如說我看到一個人走在路上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他選了一家這個中午吃飯的時候選了一家 你覺得非常非常難吃的一間這個那個學校內路邊攤 那你可以假設你可以得到結論是他一定是不理性的嗎 不行因為你不知道他的偏好 你可以假設他的偏好就是他非常喜歡那個味道 從這個角度講這是一個weak assumption 因為我們要解釋一個人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任何coherent preference去放在他身上 那舉例來說 那這另外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在從賽舉的舉例來說 這個人是一定會maximize他的monetary payoff的嗎 不一定 我今天可以設計 我今天可以你們兩個玩一個這個 比如說我找班上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玩一個game這樣子 然後這個game是很簡單的 上次我們之前 應該是你們這一班吧 對不起我已經忘記了 對是你們班 就是分錢的那個遊戲 分五塊分十塊錢 分一百塊的那個遊戲 其實分十塊錢一百塊是一樣的嘛 那 如果 你care 你的monetary payoff 你比較可能的做法是offer 對方拿四 我自己拿六 或是對方拿五 你自己拿五 這樣比較可能結果是兩個人都拿五 因為你offer對方太低 對方很可能就會拒絕你 這是我們上禮拜已經 在班上驗證過了 大部分人拿到太低的offer 都會寧願自己不要拿錢而懲罰對方 對吧 好 那可是 假設 這個是一個合理的結果 但是 你也可能觀察到 那個男生給那個女生九塊錢 然後自己拿一塊錢 那這有沒有可能是合理的這個偏好 有可能 因為他可能不在乎這個九塊錢 他比較在乎能不能讓那個女生 就是印象深刻 OK 所以我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假設 或者說 我可以假設一個人犧牲他自己的錢 去給更多其他人錢 比如說 捐錢的行為 就是我犧牲自己的錢 給別人錢 比如說 之前的什麼 屏東挖岩 大家都捐了很多錢 給那個 那個 那個女生 OK 那 這個行為 假設你存在從monetary的角度 是不合理的 可是 這個game 大型的game 這個捐獻這個行為 可能合理 你只要假設他的偏好是 他care 除了自己的 那個 wellness 之外 他同時也care 另外一個人的wellness 這叫做這個 general speaking social preference 就是care別人的偏好 care別人的好壞的一個偏好 那你就可以做出很多的這個 這個 這個行為 你都可以合理化他 OK 好 那 那可是 這些是 怎麼講 這些是一些 概念上是這樣子 那可是我們在今天 這學期講的內容裡面呢 我們會做一些簡單的假設 我們 這邊說的 take the simple rule 就是說 我們會做一些further的簡單假設 我們會假設 每一個人他都只care only about their own monetary game OK 那同時 那一個人的pay off 就是他的這個monetary game 換言之他 他不會有其他的這個想法 然後他也不會care別人的這個好壞 那其實 這是一種講法 另外一種講法是 我們把這些數字 都已經incorporate進去我們 寫在那個game matrix上 或是那個game tree上面的數字 比如說我們把這些都考慮進去了 也是一種講法 OK 那換言之就是我們會 做這個模型的時候 as if 他只care 那個你看到的game tree上面那個數字 或是game matrix上面的數字 那當然會有一些時候 像我剛剛說的 player 是 highly motivated by other factors 可能是舉例來說這邊 舉例 其實有一篇很有名的paper 就是在講這個 envy and guilt 就是說 我在做這個 像剛剛那種分錢的實驗當中 我會覺得分對方 為什麼有時候分平均的錢 有部分原因 driven by the fact that 我會 這個 覺得給你太少了 我有點罪惡感 那我為什麼不會給你 比給我還多 因為我 我假設我最後分這樣子 會有一些這個 忌妒感 或是為什麼我會去拒絕一個 這個 你拿很多我拿很少的 但是我至少有拿一點點的 這個offer 我寧願拿零塊錢 有可能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 我看到你拿九我拿一的時候 我的忌妒的那個情緒 造成我的負的效用 超過了那個我一塊錢的效用 那我寧願拿零塊錢 OK 那 那這些東西呢 Generally speaking呢 就是會放在所謂的 behavior economics 的field OK 就行為經濟學 這個field裡面 那這本書其實不會那麼直直階階的 或是說沒有花那麼多篇幅在講 行為經濟學 不過 因為我自己就是做行為經濟學的 所以我會在這個中間不時的穿插一些東西 那學期的比較尾端的時候 我們也會花一 比較完整的時間 講這個行為經濟學在幹嘛 那 但大家知道就是 行為經濟學不代表說 這些賽舉理論的東西不重要 OK 事實上是行為經濟學是 奠基在這個賽舉理論之上 我們要先了解 怎麼樣去模型化一些簡單的行為 沒有這些什麼 envy guilt fairness 這些其他的這些 preference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模型一個行為 那我們才能夠下一步去學到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模擬 模型那些更複雜的行為 因為更複雜的行為 其實數學是更複雜的 更難的 那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學 所以這基礎的東西大家要學會 那 所謂的 behavior economics 有時候跟這個 experimental economics 是 有點互用的互換的詞 那其實他們是有點不一樣的概念 那 因為 behavior economics case 是非常理論的一個學科 就是一個領域 他可以是說 我們把一些行為的概念 帶進到理論裡面 來讓這個賽舉理論 更豐富的一個學問 那 實驗經濟學很明確是在講做實驗 來研究經濟學問題 OK 那我說的這兩個領域我都在做這樣子 那 實驗經濟學的部分的話 其實各位也參與到一些 就像上次 這幾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玩的那些實驗 其實他 都是過去曾經有發過 paper 的一些經濟學的實驗 那你們的 data 其實看起來跟過去的 paper 都蠻類似 那這就是所謂的人類的行為 也許不是純粹的理性的 從某種理性的定義來看 可是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coherent theory 去 predict 人的行為 這也是實驗經濟學 或是行為經濟學在研究的東西 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個另外一個 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這篇 這個的原文發在這個經濟學的這個四大期刊裡面 其中一個叫 Econometrica 的一個期刊 那他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很簡單的 paper 那我們現在做個簡單的 test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螢幕上有 A B 兩個選項 一個 A 選項 A 是說 你會有百分之百的機率 拿到五個十百千萬 五十萬 你想成美金好了 五十萬美金 好 那選項 B 是 你可以拿五倍的錢 就是二十五萬美金 但是你只有十 percent的機率拿到 或是五萬美金 你有八十九 percent的機率拿到 這九十九 percent 所以剩下一 percent 你是什麼都拿不到 OK 好 那 那選項 A 就是百分之百拿五萬 好 那 現在在場 會想 假設這兩個選項給你選 你想選選項 A 的舉手 只有一位 好 好 那想選選項 B 的 好 滿多 好 多 好 那現在選項 C 跟選項 D OK 選項 C 是五萬或零塊錢 五萬有十一 percent的機會 零塊錢有八十九 percent的機會 選項 D 是這個二十五萬或是零塊錢 二十五萬的機會是十 percent 五萬的機會 零塊錢的機會是九十 percent OK 好 那 那 在這邊想選選項 C 的 請舉手 好 沒人 OK 好 那想選選項 D 的 好 是多 OK好 很多人 好 那 所以大家是 prefer B 圖 A 對吧 B 圖 A B 圖 A 然後 D 圖 C 好 那可是 但其實多數人是 prefer A 圖 B 啦 OK 就是你調查大多數人的話 OK就是你調查一般人的話 你們做了一些數學計算 那 prefer A 圖 B 的話 imply 的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你拿五萬的 utility 大於零點一倍的二十五萬的 utility 加上零點八九倍的五萬的 utility 加上零點零點零一倍的這個零的 utility 整理一下之後得到這個零點一一倍的五萬的 utility 大於零點一倍的這個二十五萬 utility 大於零點零一倍零的 utility 那 多數人是跟你們一樣 prefer D 圖 C OK 那可是這邊的話 如果 就是多數人是這樣子的話 或是至少剛剛那一位同學他是這樣子 OK 他 其實就違反 那 D 圖 C 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零點一倍的這個五萬加零點八九倍的這個零塊 會小於零點一倍的二十五萬加零點九倍的零塊 那經過一些整理會得到零點一倍的五萬 小於零點一倍的二十五萬 0.11倍的五萬小於零點一倍的二十五萬 加上零點一倍的這個零塊錢 那這是完全同一個式子 可是這邊是大於這邊是小於 OK 那恭喜各位大部分的 preference 是 consistent 的 可能各位這個 多少在座大部分都學過經濟學 經過經濟學的這個洗滌 OK 大家都變得比較理性一點 但是 這個實驗其實是被 consistent 的不斷做 然後發現大多數人都是有這樣的偏好 那就會產生一些矛盾 那像這樣的矛盾 我們 那當然我現在前面我現在寫這些式子 是有一些我偷渡了一些假設 這邊假設人是所謂的 expected utility maximizer OK 就是期望效用最大化的人 就是我看了只有期望的效用值 然後我對金錢有一個固定的 utility function 叫做 U 這樣子 有一些這個假設在裡面 那可是這個是傳統經濟學講理性的人 很常用的假設 那可是這個假設就在這個實驗中 被很明確的被質疑了 那像這樣的研究就是行為經濟學在做的事情 OK 那過去就有很多理論在解釋說為什麼這個現象 好 那這個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 人們其實 prefer certainty over risk outcome 就是大家喜歡一些確定的事情 不是單純的看這個期望值 而且我喜歡確定 為什麼大家很多人會一開始選那個 A 選項 那就是百分之百拿五萬美金 因為覺得那個錢至少我百分之一百可以確定 這件事情有一些 wait 在那邊 不會覺得想要 OK 好 那這篇就是很經典的一篇 paper Kahneman and Tavisky 1979年 Kahneman就是 sort of 靠這一系列研究 在某一年 我實在忘記哪一年 2004之類的 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Tavisky沒拿到的原因是因為 他那年已經過世了 那諾貝爾獎不頒給那個已經過世了 好 好 所以 剛剛我們講那個 為什麼 為什麼在剛剛講那個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理性的假設 就是 我假設在某些 我用某些 axiom 創造的概念上 什麼是理性的時候 那個會是一個很典型的理性 就是我是一個 期望效用的極大化者 但我就會觀察到的時候 觀察不到這個現象 OK 那 那 我其實從理性的角度來說 我們 就是說 我們 去 能夠正確的描述一個人的偏好 OK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OK 那 所以 另外一點要記住的就是說 這個 正確的描述偏好 並不是 那我們實際上在做這個 這學期的課程當中 大部分看到的偏好都會是 我前面說就是 很 很簡單的偏好 就是我喜歡 我看到 你看到的game tree啊 game match上面的數字 就是它的 monetary payoff 然後我只care我自己的 monetary payoff 所以這數學上都很簡單 可是這不代表 從賽曲理論的角度 我 沒有能力去 accommodate更複雜的偏好 那只是 這門課是一門入門課 然後是一門初級課 讓我們從一開始 會偏向學簡單的開始 所以 並不會 真的討論那麼複雜 那我們的確會 就像我前面說的 就是 我在學期比較接近末尾的時候 會討論一些這個 behavior economics 的東西 那如果各位還不是今年就馬上要畢業的話 或是下學期還有時間的話 其實我也可以推薦大家一些 實驗然後行為的課去修一修 其實或是神經經濟學的課修一修 其實都蠻有意思的 好 那下一個這個假設叫做common knowledge common knowledge 嗯 怎麼講 中文直接的翻譯就叫常識嘛 OK 那 那 呃 或是 或是 共有知識之類的 那 可是概念上呢 呃 數學上呢 我們要怎麼定義這件事情呢 好 那 那我們 是這樣定義的 就是說 某一個特定的事實 我們叫這個事實叫做F 我們說它是common knowledge 什麼時候我們說它是common knowledge呢 就是 如果 每一個這個玩家 每一個這個gaming的玩家 都知道F這件事情 這還不夠喔 還要這每一個人都知道 其他人知道F這件事情 這還不夠喔 還要每一個人都知道 其他人知道F這件事情 再來還要每一個人知道 每一個人都知道 每一個人知道F這件事情 那這樣就可以一直往上推 什麼叫做common knowledge 代表這個往上推的層次 可以推到無限多層 那這個就是我們定義的common knowledge 所以這邊有一個and so on 有沒有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們要拉這個層次 拉到無限多 就是說 我 因為你想想看喔 單純的一件事情是 我知道 你也知道 這不夠 我們要怎麼樣確定 這是一個common knowledge 我們 我們要確定我們 我們互相知道 彼此知道 那就已經需要這件事情 就是我知道 你知道 我要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然後我還要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那就兩個人 不用找很一群人 我就可以把這個推到無限多層 OK 那這就是common knowledge 大家常有誤會或常不懂的地方 OK 好 那 這個common knowledge 在舉例會怎麼用呢 我們通常假設 這個 我們創造一個extensive form 或是一個normal form 這個form本身 是一個common knowledge OK OK 那 嗯 所以 換句話說 他知道這個game tree怎麼畫的 theoretical speaking是這樣 也就是說 知道這game到底怎麼玩的 那 同時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他能夠去分辨 我今天 是在哪一個這個information set 或是在哪一個nod上面 我也知道別人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意思在推 所以這些都是common knowledge 就是 我怎麼玩這個game這件事情 我們都假設他是common knowledge 因為我們如果不做這些假設 那就可以畫出很複雜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會做這樣的假設 好 這個部分大家 有沒有我講得不太清楚的地方 有疑問 好 好 好 那 這邊講這個 issue of realism 講的就是說 回到一開始我今天講的主題 就是說 到底我們的這個模型要多現實 realism就是說要很貼近現實 很現實主義啦 OK 那 嗯 我們 其實 賽舉裡有一些假設是跟經濟學其他領域很類似的假設 舉例來說 我們會假設players are sophisticated 然後他可以處理很多複雜的計算 然後可以處理很多複雜的計算 然後可以做這個payout for profit的這個maximization 那就是我們假設一般在經濟學裡面會做所謂經濟人的那種概念 就是 嗯 好 我聽到同學皺眉頭 就是經濟人是一個經濟學裡面很明確特定的名詞 他指的就是說 能就是 遇到一個 複雜的這個賽局或數學問題或經濟學的這個 比如說廠商極大化利潤或是個人極大化效用的問題 他可以描解這樣子 他修經濟學的課大概會滿分這種概念 那顯然大家會修經濟學或修賽局這門課的時候就會發現 自己很可能都不是那個經濟人 因為這個做題的過程當中遇到一些困難對吧 所以這些假設顯然是不太現實的 可是我們會做這些假設 原因就是因為 還是again 這讓我們的世界變得簡單一點 我們處理這個賽局問題的時候可以比較簡化一些事情 那重點其實也不在到底這東西多現實 為什麼 我們本來就不期待我們創造這種理論的模型 他是完美的呈現這個世界長什麼樣子 我們在意的是他有沒有approximate現實 是貼近現實 OK 那即使這個approximation是很差的 做得很差的 那 可是我們還是有可能可以讓這個 讓人去 這個 對這個strategic的這個situation有一個新的認識 OK 就是說我雖然沒有模擬到現實的環境 可是 因為我這個機制的 我創造這個模型 讓我知道這中間機制 比我想像中的複雜 也許人不會真的到這個機制走 因為人們做這個計算能力都沒有 可是這個機制的這個設計本身還是告訴我的說 這東西複雜在哪裡 然後困難在哪裡 那或是說這個 我們可以讓有些這個模型就是 他是可以讓我們as a human being 平常做決策的時候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說在這個冷戰期間 其實Game Theory有一大塊是在冷戰期間研發出來的 那這個冷戰期間其實 Game Theory就是拿來研究比如說 美蘇兩國之間這個核武器的使用 要怎麼樣能夠保持一個平衡 兩邊才不會爆發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Game Theory就有大量的被應用在上面 那其實他們做的模型到底有多現實 其實很可能是不太現實的模型 可是這個模型可能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insight 讓當事做決策的人可以做更好的決策 OK 好 那我們講到model的時候我舉過一個例子說 model像地圖也是一個model 記得嗎 OK 那就是那個要說的是說地圖 sorry 模型as a tool as a工具本身它可以有很多用途 那這個當它有用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太care它到底有多現實 那另外一個角度model也可以是一個fable fable就是預言 這是這個龜兔賽跑大家看過吧 OK 這個故事大家都聽過 OK 龜兔賽跑我們 這個真的有一隻烏龜跟一個兔子這個賽跑過嗎 這不重要嗎 對吧 我們重點是這個龜兔賽跑這個預言 到底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故事 到底讓我們學到什麼樣的東西 這才比較重要 那同樣的賽局理論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這個球犯困境的賽局 這個球犯困境的賽局 到底誰是那個球犯 或是說到底有沒有真的發生過這個 兩個球犯被關在一起 然後分開關 然後叫他們這個互相表 然後那個confess 有沒有這件事情 也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到底 這個模型能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故事 能教我們什麼樣的事情 這比較重要 OK 好 謝謝大家 所以 這一章我們就講到這 然後 這是今天提到兩篇文章的那個reference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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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